受到疫情的影響 由於台南的暗兵老家 都沒有人家來出現 在輸到店家的生意是受到很大的打擊 更不會倒下去 當地有資金作為業的業者 一直以來都是全身經營實體店民 在疫情下 被別學習到房路經營 開通到山頂的相機 早上已經壓官 全國三級進化後 在台南第一名的暗兵老家 現在是空熱熱 完全沒有敗人 他做成各店家的生意 不然是受影響 甚至是跟著做不下去 你在老家當中就有一間做不開心 自國以來都是開店做生意 不然在疫情之下 國不理中來網路做消息 當時現在這一次 Holipin要來回饋民眾 其實我們這邊創作20年 開店20年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堅持就是 我們自己的手工 然後就是 你看到我們的手工就是差別在說 只有我們店會有的東西 在別的地方不會有 別人家會有的 我們家就不會有 因為就是要我獨特性 這次我們就開始在做FB上面 就開始做福利品 因為疫情其實真的太慘了 反正老街也沒有辦個遊客 只能說一天 就推個一樣兩樣東西來做福利品 來給一些曾經來過我們店 知道我們店的一些老客戶 然後讓他們去在FB上看 覺得不錯 他們就想要老闆我要這個東西 每一項作品都是道義武器 由業者的精神設計 用心條件 這次他受到以前的影響 在在地區經營20年的老店 只去想出改變的方法 把生理維持下去 就希望大家的感想來的方式 讓以前別再通學開 讓節目以前 早期結束 開學 精神的生活 記者的生活安平庫 彩虹博爾德